欢迎您好 我是奥乡 欢迎您加入凤凰五间专列 头条聚焦乌克兰战事 乌克兰战事还是没有停火的迹象 俄方已经确认了 在俄军的部队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围之后 将会是重新部署 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出 俄军正在准备在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要发动新的一轮攻势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则派人到了俄罗斯 商讨要确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安全 俄罗斯国防部31号发放视频 显示俄军无人机摧毁乌克兰的火箭发射系统 俄方表示 过去24小时摧毁了28个乌克兰军事目标 包括指挥点 导弹火炮武器仓库 燃料库 以及乌克兰作战装备集中区 乌战事进入第六个星期 俄国防部确认乌克兰首都基辅外围的部队撤走后 将会重新部署在其他地区 特别是用来解放东部顿巴斯地区 不过在基辅的乌克兰首将普遍不相信俄方声明 认为俄军只是缩小作战规模 他们会继续戒备应对敌军来袭 早前从俄军手中夺回控制权的基辅市郊地区叶尔平 当地乌克兰军警也不敢松懈 在市面四处巡逻 当地市长表示 半个城镇的建筑已经被摧毁 两三百人在战斗中死亡 而在基辅另一个附近地区 更有乌军摧毁了一支俄罗斯坦克车队 多辆俄罗斯坦克被严重烧毁 总统泽连斯基就认为 俄军从基辅以北地方撤出之后 将攻击目标瞄准顿巴斯地区 他指出乌克兰南部和顿巴斯地区形势十分严峻 俄军正在南部马里乌布尔附近集结兵力 乌军加紧准备迎战俄军新一轮攻势 目前马里乌布尔的战况激烈 清俄武装发射火箭榴弹炮 在乌方于当地最后一个据点附近 与乌军交战 市长办公室估计 当地至今也有接近五千人死亡 另外十七万人仍然被困 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有位居民输送天然气的管道 和附近地区被导弹击中 引发大火 多家商店被烧毁 另一方面 原本占据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俄军已经撤走 他们并且签署文件 将核电厂交回乌克兰管理 乌克兰国营原子能公司表示 俄军在核电厂周围十公里的禁区范围挖掘战壕 结果吸收了大剂量的辐射 在出现症状时引起恐慌 于是马上撤走 俄方卫队有关报道作出回应 国际原子能机构则表示 将会派人到当地了解情况 并将与俄方搓伤 确保切尔诺贝利不会因这场战事 出现核安全事故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方面是继续的寻求国际支持 总统泽连斯基在31号先后在荷兰 还有比利时的议会发表了视频演讲 也呼吁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 他又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了电话 讨论乌克兰局势的最新进展 其中埃尔多安就重申了 而乌总统会面的建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1号晚 在视频讲话中表示 在当天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通话中 谈及要为乌克兰建立有效的安全机制 并感谢土耳其愿意成为乌克兰安全的担保国 土总统办公室则发表声明说 埃尔多安表示 俄乌代表团日前在伊斯坦布的谈判 有助推动战事结束 他并重申提出 泽连斯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土耳其会面的建议 土耳其外长恰伍什奥鲁对记者表示 埃尔多安将继续与普京及泽连斯基沟通 如果就所有问题达成协议 俄乌领导人将举行会晤 泽连斯基当天又在荷兰众议院发表视频演讲 呼吁荷兰追随其他欧盟国家 尽力截断俄罗斯的战争资源 包括对俄方船只关闭港口 停止同俄罗斯进行商品交易 尤其是能源产品 泽连斯基强调 这是一场完全不公正的战争 必须追究所有犯下罪行或是包庇罪行的人 泽连斯基还在比利时议会发表讲话 他指出自从乌克兰南部城市 马里乌波尔被俄军围攻以来 已有数千人遇难 当地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 比利时是最早向乌克兰 提供防卫支援的国家之一 乌克兰将永远铭记这一点 泽连斯基还表示 希望比利时能够激励其他欧洲国家 采取更多行动 帮助乌克兰赶走占领者 恢复和平 凤红一世综合报道 现在为了要有效地应对 俄乌冲突所导致的 能源价格飙升问题 美国方面 美国总统拜登 31号宣布会释放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在未来六个月内 每一天会释放出100万桶 总计算下来是1.8亿桶 这是规模力来最大 受到消息的影响之下 国际汽油的价格 在31号大幅下跌 纽约汽油一度跌穿到 每桶100美元 到今天早上的亚洲交易时段 一度的是小幅回升 但是走势持续的波动当中 在每桶100美元的水平上下浮动 而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 4月1号也就是今天起 不友好国家 如果继续的要向俄罗斯 购买天然气 也必须要通过俄罗斯的银行 开利卢布的账户来支付 不过欧洲的各国不买账 也坚称要按照合约 以欧元来计算 俄罗斯总统普京 31号在一个航空领域会议上表示 他已签署法令 规定由4月1号起 对俄实施制裁的 不友好国家 向俄继续购买天然气 必须在俄罗斯银行 开利卢布账户来付账 否则将会停止供气 чтобы приобрест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иродный газ они должны открыть рублевые счета 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банках именно с этих счетов будет вестись оплата газа если же такие платежи не будут производиться будем считать это неисполнением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со стороны покупателей со всеми вытекающим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и нам никто ничего бесплатно не продает и мы тоже не собираемся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被俄当局选为指定银行 供布友好国家的天然气买家 开立账户 外电指买家只要在这家银行 开设外币和卢布账户 就能授权银行将外币兑换成卢布结算 据悉欧洲三分之一的天然气 由俄罗斯供应 俄罗斯一旦停止供气 欧洲可能出现能源危机 德国财长林纳德在柏林 跟到访的法国财长勒梅尔会面后表示 俄罗斯的做法形同政治勒索 法德两国将按照现行的天然气合约 继续用欧元结算 两国也正在研究 一旦俄罗斯停止供气将如何应对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与德国总理舒尔茨31号通电话 双方同意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 并认为制裁十分有效 俄罗斯就将欧盟领导层列入黑名单 禁止包括欧盟委员会的委员 欧盟军事机构领导人 以及欧洲议会推动反俄政策的大多数议员 入境俄罗斯 以包袱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凤侯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在37号所宣布的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这一次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拜登31号宣布了六个月内第三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 应对居高不下的美国油价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我们的价值是涨因为的行动 不足备的预充 如果我们想低预充的预充 我们需要更多预充预充 今天我执行一份预充预充预充 在接近六个月 超过180万预充预充预充 从预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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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战场战略 美国等西方国家 针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 导致油价持续保持高位 白宫表示 美国是在与盟友的协调之下 做出这项决定 其他国家已将向全球市场 投放数千万桶额外的石油储备 拜登指出 释放石油储备 只是应对石油价格飙升的第一步 第二步则是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 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拜登呼吁国会对租用公共土地 但不生产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实施经济处罚 他还援引美国国防生产法 刺激美国国内生产电动汽车电池 和长期储能所需的关键矿物 基美国白宫和情报部门30号指出 俄罗斯总统普京被军方误导 在乌克兰问题上作出战略误判 拜登31号透露 有迹象显示 普京与顾问之间产生了矛盾 有的人甚至被解雇或者软禁 拜登还指出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俄罗斯从基辅撤军 但有证据证实 顿巴斯地区的俄军有所加强 美国对俄罗斯从基辅周围撤军的说法 持怀疑态度 凤凰卫视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刚拜登的一时化也触发了 国际的汽油价格在周四大幅的下跌 纽约汽油一度跌穿了 我们刚刚都提到 每桶100美元 到了周五的亚洲交易时段 是一度的小幅回升 但是走势还在波动当中 而在每桶100美元的水平上下浮动 深入一点来看 这次的原因是归咎于 美国宣布大规模的释放原油储备 这就拖累了周四的国际油价大跌 而纽约汽油收跌百分之七 每桶收报在100.28美元 伦敦布兰特汽油收跌将近百分之五 不过以季度的表现来看 这两大指标性的汽油 双双累计大涨超过三成 录得了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最佳表现 而为了要应对俄乌冲突 引发的油价飙涨 由石油消费国组织 所组成的国际能源署成员 将会在周五会开会 要商讨采取联合行动 释放石油储备来增加供应 不过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 以及减产协议缔约国 在周四举行的会议 则决定五月份的增产计划 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 意味来自于欧佩克家的供应 是不会增加的 军事消息 美国国防部在周四宣布 防长奥斯汀已经批准 将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 继续的会留守在地中海 到夏季 以便在俄乌战事持续的状况之下 要强化对北约东侧的防务支持 去年12月份 因应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动武 奥斯汀把杜鲁门号航母打击群 由美国的东岸 调到了地中海 进行对俄贺阻 而在今年的1月份 并归由北约来指挥 成为自冷战结束以来 首次有这样的部署行动 有一位美国的军方官员就透露了 杜鲁门号在地中海 将会延长部署到8月份 然后返回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姆港 届时可能会调派目前正在进行维护的 布什号航母前往接替 算了一下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杜鲁门号航母已经在地中海 驻留将近四个月 另外一方面 派往波兰的美军第82空降师 也将会延长在当地的部署 澳大利亚也有军事动作了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1号就宣布 将多辆的装甲车送到了乌克兰 以帮助乌克兰抗衡俄罗斯军队 I invited President Zelensky to come and speak to our parliament and it was a truly momentous occasion and I can tell him after yesterday we announced $25 million in further support, military support we're not just sending our prayers we're sending our guns we're sending our munitions we're sending our humanitarian aid we're sending all of this our body armour all of these things and we're going to be sending our armoured vehicles our bushmasters as well and we'll be flying them over there on our C-17s to make sure they can be there to support 莫里森提到 澳大利亚不能置身事外 因为乌克兰的战况 随时升级变成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大 澳大利亚人也不应该做事 民主国家的领土主权受到侵犯 以及俄罗斯犯下的战争罪行 而澳大利亚目前是已经承诺 为乌克兰提供 68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49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 以及7万吨的煤炭 接下来的关注是英国外交大臣 特拉斯31号 访问了印度 与新德里 在这是与印度的外交部长 他是苏杰生举行了会谈 而双方讨论了巩固防务关系 以及乌克兰危机 赫拉斯在会谈中指 俄乌战争带来的影响深远 不单引起人们对国家和主权安全的担忧 更是揭露全球粮食短缺问题和能源安全危机 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安全漏洞 英国有必要与印方加强国防安全经济等多层面的联系 在强化印太地区和全球安全的同时 也为两国创造就业与机遇 我认为我们的目标要是在未来 它要是在未来的可能性 它要是在哪里我们想要在未来20年 然后我希望在印度上未来20年 是一个更加关系的关系 更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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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产生产业 安全和安全 因为我们两个 democracies 我们是在一个世界上增长的危险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这世界上工作 苏杰森则表示 两国在1月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以示加强合作的一大进展 但在新冠疫情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下 仍有很多问题和工作需要讨论推进 特拉斯又指 俄罗斯的入侵涉及原则问题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际法必须得以尊重 英国期待看到国际社会 做出更多制裁限制举措 如加大对俄罗斯银行的制裁 限制俄罗斯动用储备黄金的能力 制定确切时间表 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等 特拉斯也促请印度 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 但遭苏杰森反驳 指欧洲才是俄罗斯能源的最大买主 又指印度寻求利于本国人民的能源交易 无可厚非 俄罗斯银行购买 西方此前批评印度 未参与谴责及制裁俄罗斯 还继续向俄罗斯购买能源 便向为俄罗斯提供战略资金 而在特拉斯反应的同一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到访印度 他将与一号与苏杰森会晤 消息指拉夫罗夫将提出折扣 由税印度购买更多俄罗斯石油 并商讨新的付款机制 凤凰一时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在31号公布了新文件 也证实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 为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工作 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文件指 美国五角大楼直接参与了 乌克兰境内生物项目的计划和实施 文件包括拜登之子亨特 与美国防部官员及五角大楼 在乌克兰承包组织工作人员的通讯记录 证明亨特在为乌境内病原体研究工作 提供重要经济支持 为美国医疗科技企业 梅塔比奥塔及伯莱克维奇公司 获得资金 俄国防部还指 亨特在记录中 将梅塔比奥塔公司副总裁称为密友 而这些记录已经西方媒体证实 俄国防部还指 在乌克兰军事行动中 俄武装力量制止了 五个基辅生物实验室的活动 他们对霍乱 非洲猪瘟等多种病原体进行研究 部分军猪已在二月初运往美国 其余则按乌卫生部的命令紧急销毁 俄国防部官员还说 不排除这些研究 只是冰山一角 并谴责美国对乌克兰人民的生命 不屑一顾 甚至视为生物医学实验的小白鼠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亚洛瓦亚表示 调查美在乌境内生物实验室活动的 俄议会委员会 正考虑邀请亨特和美国副国务卿纽兰 对此做出解释 纽兰此前承认 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 美方正同乌方合作 防止研究材料落入俄军手中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大家会马上带您看到是 中国朝鲜问题特使 与美英法俄等国大使会面 巴基斯坦总理面临罢免危机 被批无力遏制通胀和赤字 欢迎回来再关注是 针对有报道指出 朝鲜正在准备进行另外一次的核事 美国务院在31号表示 美国密切的监视朝鲜未来 任何新的挑衅活动 美国及其盟友也将会致力的追究 朝鲜为此负责 但是也强调 美国仍然继续的开放 对话和外交的大门 美国对朝鲜没有敌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在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上周四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前 美国就释放有关讯息 所以美国一直在严密监视朝鲜的活动 普莱斯警告 如果朝鲜继续挑衅 必将招致国际社会更多回应 他并强调 即使政府有更迭 但美日韩铁一般的联盟 不会改变或削弱 仅今年一月份 朝鲜就进行了七次导弹试射 为历来单月最多 美国正寻求联合国安理会 针对朝鲜最近的一系列挑衅 追究责任 采取新的制裁阻合 不过 普莱斯也表示 美国仍继续致力于外交途径 应对朝鲜核岛问题 另外 美国媒体引述五位未居民官员的消息指出 朝鲜最近在平壤以北的一处地下核市场所 恢复挖掘隧道和建设活动 预示朝鲜可能将要进行核市 不久前 韩国官方消息也指出 朝鲜可能正在封锡里核市场 打通一条通往地下隧道的捷径 这将使朝鲜修复这处核市场的时间 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完成 封锡里核市场位于朝鲜咸境北道 是朝鲜唯一已被世界所知的核市场 朝鲜全部六次核市都在这里进行 但是在2018年 朝鲜炸毁地下隧道 已是宣示永久关闭之处核市场 和履行终止核市承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 在纽约会见了美英法俄韩国朝鲜等国的 常驻联合国代表 以及联合国高官 就半岛问题交换了意见 联合国官员积极评价了 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也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 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 近期抵达美国 在纽约与朝鲜事务相关国家的大使 以及联合国高官分别进行了会面 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消息显示 在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的会面中 中美进一步讨论了就朝鲜无核化 举行有意义的谈判的重要性和可能性 美方表示 安理会需要对朝鲜禁器发射弹道导弹的行为 进行统一的回应 并向朝鲜通报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后果 美方还表示 中美两国此前就朝核问题 曾经展开了有效的合作 美方有兴趣继续同中国开展这种合作 中国外交部消息显示 中方对半岛问题表示关切 中方也一贯主张 对话协商才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 当前形势下 任何可能会导致进一步局势恶化的举动 都是不可取的 中方强调 希望有关各方能够保持冷静 克制 释放善意 恢复对话 刘晓明还会见了联合国负责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的 副秘书长迪卡洛 双方就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 刘晓明表示 中方重视联合国在半岛问题上的作用 愿加强双方的沟通与合作 迪卡洛也积极评价了 中国在半岛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期待联合国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另外刘晓明也会见了英国 法国 俄罗斯 韩国 朝鲜和印度的常驻联合国代表 刘晓明表示 他很高兴会见了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金星 中朝就半岛局势深入的交换了意见 凤凰一事 陈寅坚加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姆兰汉面临被罢免危机 国民议会在周四发起对他的不信任投票 反对派称 这已经是争取到了足够票数 令总理下台 姆兰汉则说 这一场政变是某个西方国家的阴谋 将会抗争到最后一刻 面临执政党议员纷纷倒戈的弱势局面 这位曾是板球明星的总理 为他的政治生养做出最后一搏 伊姆兰汉周四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表示将不会主动引退 绝不向政治反对派认输 伊姆兰汉并不点名怒斥美国勾连 巴基斯坦反对派策划这场针对他个人的政治阴谋 作为对其拒绝承认八方参与911恐袭 并介入美国在阿富汗反恐行动的报复 巴基斯坦反对派此前一天表示 在说服关键政党加入后 目前拥有足够票数让总理伊姆兰汉下台 这场不信任动议于三月初提出 在全院342席已得196票支持 超过所需的172票 国民议会据称将于周日召开议会 做出最后裁决 伊姆兰汉2018年起在军方支持下上台 原定至明年8月任满 尽管他在国内反腐败 扩充外汇储备 以及防疫政策方面颇有政绩 但被批无力遏制通胀和裁斥 外交政策又失败 其两大盟友近日已退出执政联盟 军方对他的支持亦不明确 倘他过不了此关 国会可票选由任何政党提名的人士 任新总理 新总理其后可宣布大选 如候选人赢得国会大多票数 国会可解散提前大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大家回来会看到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的反对 英美发表有关香港的报告 香港在今天起 也取消了九个国家的禁非令 欢迎来到五间财经 先看到隔夜美股下跌 也拖累了亚太股市普遍的疲弱 台湾股市下跌大约0.8% 而韩国还有日本股市跌幅大约0.5% 至于内地的护升股市则是上演了反弹行情 来看图表 这户指中午市暴在3272点升了20点 而升幅0.62% 而半日成交落在2540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市暂时暴在12225点升了107点 升幅0.88% 而半日成交3420亿元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承接了每股的跌市低开大约有300点 而五盘前跌幅收窄 恒指中午市暴在21837点 跌159点 跌幅0.72% 而半日成交497亿港元 再看一份报告是中国房地产的企业债务危机 备受关注 中资银行近期陆续的公布了去年业绩 也显示主要的大中型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不良比率 按年大幅上升 其中在工商银行还有民生银行更以倍数增长 不过有分析师认为 房地产贷款在银行总贷款当中占比是有限的 对于中国银行业的整体资产质量的影响还是可控 内房企业债务风波持续 对内地银行业的影响也逐步浮现 中资银行2021年年报数据显示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以及交通银行等国有银行 截至去年底的房地产贷款金额 由4000亿至8000亿元人民币不等 其中房地产贷款不良率 以中国银行最高达到5% 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不良率最低不到2% 当中交通银行的不良率就要上一年更呈现下降 但工商银行的增幅最大按年极深一倍 而在中资股分支银行中 中信银行的房地产贷款不良率最高达到3.6% 但以增幅计算 去年大幅降低房地产贷款的民生银行 不良率反而大幅增加了2.8倍 招商银行也暴升三倍多 分析人士认为 房地产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公司众多 再加上国务院延期还本复息等政策推迟了风险暴露 未来房企以及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对公贷款将会持续尘压 不过房地产贷款在银行总贷款中占比有限 对银行整体资产质量影响可控 风后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受到了防疫措施收紧的影响之下 中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了冲击 这也反映了中小型制造业生产情况的 三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降到了48.1 也是2020年三月以来的最低 在周五所发布的三月财新中国制造PMI 较二月份下降了2.3个百分点 来到了48.1 重回收缩区间 从各分项的指数来看 制造业供给和需求全面收缩 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降到了 2020年三月以来的最低 这也反映了三月以来疫情散发 也使得制造业供应链受阻 生产秩序受到了影响 而整体的需求 尤其在消费品的需求较为疲弱 另一方面海外的需求下降了 加上运输条件恶化 也拖累了出口新订单指数 在收缩区间进一步的下降 录得22个月以来的新低点 周四公布的中国官方制造业PMI 也回落到了收缩区间 降到了5个月的低点 也要关注是英国政府 在31号发表了第50份的 香港问题半年报告 批评中国的治港政策 特别是香港国安法 中国驻英国使馆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斥责英方 不顾中方 严正立场 歪曲事实 颠倒黑白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 使馆发言人表示 香港回归以来 中方始终坚定不移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 今天 香港民众依法享有远远超出 作为英国殖民地时期的 更多权力和自由 香港由乱倒置的事实 充分证明 中方制定并实施香港国安法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只会加强香港的法治建设 更好维护香港民众的 各项权利和自由 只会扩大香港社会 均衡有序参与政治 更好推动香港民主制度 健康发展 使馆发言人指出 中英联合声明的核心要义 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没有赋予英方在香港回归后 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 英方反复拿中英联合声明说是 妄议中方治港政策 无端指责香港特区政府 依法打击犯罪活动 稳定社会秩序的正当举措 本质上是要为反中乱港势力 撑腰打气 图谋继续霍乱香港 他们的阴谋绝不可能得逞 使馆发言人并强调 香港早已回归中国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奉劝英方认清现实和大事 放下殖民心态 尊重中国主权和统一 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不要给中英关系制造新的障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强烈反对 英国发表的香港半年报告 以及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 坚决反对外国通过各种报告 对特区政府做出 不实和荒谬的指控 声明就指出了 香港特区采取什么制度 如何实现国家对香港的 基本方针政策 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 敦促外国停止借香港事务 干预中国内政 发言人也强调了 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社会由乱转制 市民继续的依法享有 基本法下合法权利和自由 而香港的司法独立 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依然稳如磐石 香港特区回归祖国以来 特区政府一直坚定维护 新闻和言论自由 当前本港传媒环境蓬勃依然 只要不违法传媒评论 甚至批评政府施政的自由 并无受到限制 香港中审法院 两名外籍非常任法官辞职 香港律师会会长 接受我们的专访时指出 香港的司法制度健全 而且法律人才众多 相关的事件 并不会对司法系统的运作 造成太大的影响 他也形容 两个人的辞职是错误决定 而错误就在于决定的背后 也许掺杂了政治因素 两名香港中审法院 外籍非常任法官30号辞职 分别是英国最高法院院长 韦燕德和副院长贺之义 香港律师会会长 陈泽民对相关决定表示遗憾 并在声明中呼吁两人 收回辞职决定 但他同时指出 香港基本法第82条 容许中审法院在有需要时 邀请其他普通法地区法官 参与审讯 但并非必要 我不是说没有了他们两个 香港的中审法院就不能够运作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们基于一个错误的决定 而对整个香港司法界 有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撤回这件事 香港的法律界人才是很多的 就不会说个别一两位的外籍法官的去留 会影响到香港中审法院 以至整个司法机构的司法水平 以至司法独立 这个我绝对有信心是维持到的 陈泽民表示 之所以认为两人的辞职决定错误 是因为其中有可能掺杂了政治干预 尤其是两名法官辞职当天 英国议会举行了一场辩论 不少政界人士都在会上呼吁英国法官 停止在香港终审法院任职 我也都有留意到 韦彦德的辞职那个声明里面 他也强调他对香港法院的法治是没问题的 他觉得仍然是很有信心的 如果对法治是有信心 司法机构的运作不是有问题 香港中审法院的运作没有问题的话 而你有辞职的话 很明显就是一些法律以外的因素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有法官因为一些政治业因素 或者政治压力而辞职的话 这个就不是法治了 这个正正就是干扰了我们行之有效 或者我们很崇尚的一个 司法独立的概念 陈泽民表示 香港回归以来 外籍非常任法官 凭借他们丰富的普通法经验 在中审法院的案件审理工作中 一向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他希望未来中院的非常任法官 能继续秉持法治精神 为香港司法发展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今天4月1号上特区政府 也从今天开始取消了 9个国家的禁非令 但是敌港人士也是需要遵守 这一系列的防疫措施跟规范 港府也表示 做好了相关检测的安排 立刻要连线给在香港规机场 我们的同事叶子化 今天这禁非令取消的第一天 有什么样的安排 而人流是怎么样呢 好的想议 我现在身处在香港国际机场的 街机大堂 针对9个国家的禁非令 在今天撤销 香港政府预计 将会有超过20个航班 超过2000名乘客抵达香港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在街机大堂的现场情况 那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看到有零星的人流在这里 只有几个人在排队 而他们呢 是来自今天第二班 来自于禁非国家的航班 是由菲律宾到港 那我们看到 他们其实是在里面 在8点 在10点多的时候到港 但是我们直到现在12点多 才看到有几个人 才陆续布出这个街机大堂 而他们在这里呢 是按照他们所预定的 检疫酒店 来排队 登上他们的专车 前往酒店 接受最少7天的检疫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回港 要来香港的话 他们首先需要经过 什么样的流程 其实在登机前 他们其实需要出示 接种两剂疫苗的记录 而且要有起飞前 48小时内进行的 核酸检测 阴性结果证明 还有要有 检疫酒店预定 最少7晚的住宿 才可以登机 那么在到港之后呢 他们需要在 他们需要在机场 接受检测 结果是阴性的话 他们才可以去 检疫酒店 接受检疫 也就是会到了 我们刚才看到的 街机大坛位置 然后再去 检疫酒店 接受隔离 那在检疫的期间 他们需要每天 都进行快速测试 在第5天的时候 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那如果当天的结果 是阴性的话 他们在第6跟第7天 也要进行快速检测 如果是阴性的话 他们就可以提早 离开检疫酒店 然后之后要接受 7天的自行监察 在12天的时候 到社区检测中心 接受核酸检测 到14天的时候 才能够完成 整个检疫的过程 那香港政府表示 他们会小心处理 这些敌港的检疫人士 也会安排足够的人手 确保从机场到 机场检测 到检疫酒店 隔离的过程里面顺畅 政府也会向一些 敌港的人士 派发检疫包 抗疫包等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其实除了 在滞留在海外的港人 其实回来有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一些 可能来香港打工的 菲律宾女佣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 首两班航班 都是来自于 菲律宾马尼拉 那第一班航班 其实在早上 七点多的时候到达 我们在十点多的时候 看到他们陆续 布出这个街机大堂 我们跟一些 大部分都是来 香港工作的女佣 我们跟他们聊过 他们说 其实 他们说 其实现在 他们也等了 两年多的时间 才能够回到香港工作 那在此之前呢 他们只能够在 菲律宾可能做一些 其他的散工 或者是做一些小生意 然后等了很长的时间 才能够再次回到这里打工 那另外一个女佣 告诉我们 其实 她一年前就已经 收到了这个工作的安排 但是因为 禁费令的缘故 所以她迟迟 未能够来到香港工作 而知道这个禁费令 撤销 他们可以来到香港工作 其实他们都感到 非常的高兴 那我们也了解过 他们对于 整体的安排的一些感受 他们觉得 其实整体的安排 都是非常的方便 顺畅 而且觉得非常的安全 那我们其实 之前因为禁费令的缘故 很多的外用 其实她没有办法 来到香港 那有外用的中介认为 其实连同去年年底 到现在没有办法 因为禁费令 没有办法抵港的外用 其实大概有 7000名到8000名左右 是滞留在当地的 所以相信 取消这个禁费令来说 对于香港本地的 一个外用供应的话 能够帮助到很大的 有很大的帮助 而在简易酒店方面呢 也会有四间的酒店 为外用提供 大概1600间的房间 让他们检疫 现场的情况 大概是这些 交给你相议 谢谢芷华 在香港国际机场 带来禁费令取消的 第一天最新的人流 以及检疫安排 再次谢谢她 待会回来 还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回来 再看到内地疫情 国家卫健委通报 内地在31号 新增的确诊病例 是来到了 1827例 而其中本土的病例 有1787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有5559例 在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当中 以吉林省居多 是占据了1363例 在长春市有1078例 而吉林市有276例 上海方面有358例 其中浦东新区有182例 而黑龙江有16例 在江苏 福建 山东 广东 河南等地 也都有报告本土的病例 新增的无症状感染者有5559例 其中本土就占据了5442例 而上海有4144例 而当天并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刚看到上海的疫情 还是非常的严峻 我们观察到了 其中无症状的感染者当中 有764例 并不是在隔离管控当中 所发现的 占比来到了17% 而4月1号 上海浦西地区 也开始进行为期4天的封控 而浦东地区 则实行了阶梯式的管控方式 刚结束封控的上海浦东等区域 从1号起按照封控区 管控区和防范区 实行动态调整 其中报告阳性感染者 涉及的居民小区 单元场所所在的 网格化单元 及比邻单元 华为封控区 感染者涉及的楼洞 采取14天封闭管理 封控区内其他区域 实施7天封闭管理 加7天社区健康管理 有封控小区 所在接阵的其他区域 华为管控区 实行人不出小区 严禁聚集 落实7天社区健康管理 原则上居家 每户每天可安排一人 分时有序至小区指定区域 无接触式取用配送物资 除封控区和管控区 其他区域均为防范区 要减少外出 不得跨黄浦江流动 浦东现在要进行 这种阶梯式的管控 那么划分为封控管控和防范 三个区 想请您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划分 这样的划分 主要也是想 就是能够分类管控 遏制疫情在社区的扩散和蔓延 尽量用最小的代价 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同时我们也是希望 最大限度的减少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影响 一号开始封控的浦溪地区 覆盖12个行政区 涉及人口超过1600万 官方表示 封控期间将严格落实好 居民逐步粗糊要求 对社区内血透 重大病以及其他的居民的紧急就义需求 我们要求社区开展排摸 及时掌握基本信息 各区普遍建立了与医疗机构的对接机制 畅通就义渠道 上海市继续强化非必要不离户 自4月2号零时起 离户人员除需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外 还需提供24小时内抗原检测阴性证明 富翁卫视黄大亮和超上海报道 深圳市福田区新冠疫情的指挥部 在31号发出了通告 由即日起将沙头村接到唐燕村的7上5号 由中风险地区下调为低风险地区 算了一下到现在深圳权威低风险区域 实现行程码栽星 不过深圳发布的公众号也发表了文章 敦促民众防疫之心是不能松懈的 再来也要看到长春市 长春市在3月31号的0到24点钟 新增本土确诊是1078例 这也是继3月23号以来 单日新增再次的突破1000例 吉林省在1号举行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这卫健部门就表示 现在的重点会助力于提升核酸检测的质量跟效率 要提高重点风险人群的检测评次 在采取更加适应奥密克戎变异株 传播特点的防控措施方面 吉林省进一步优化检测能力布局 提高重点风险人群检测评次 及时开展传播链溯源分析 精准锁定风险人员 突出抓好重点人员排查 进一步加大密接次密接人员排查力度 落实层层包裹机制 充实社区工作力量 支密支劳社区的防控防线 持续加大社区管控力度 严格小区内部管控 大力宣传传染病防治法 引导群众配合遵守防治措施 另一方面 为在疫情期间继续加大 对群众的服务保障 重点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生活问题 目前吉林省呼吁省职部门单位 党员 干部以及广大志愿者 全部就近就地 到家庭所在小区开展工作 配合社区干部 做好生活物资配送和其他临时性工作 凤凰卫视 十一博 陈嘉龙 长春报道 请问最后要看到 在台湾2021年4月2号发生的 泰鲁格号火车出轨重大意外 造成了49人死亡 有213人轻重伤 事件即将要满一周年 而虽然蔡政府拍板 除了已经给付的赔偿之外 台湾铁路局另外需要再支付 总额大约1亿5000多万元台币的 惩罚性赔偿金 但是受难者的家属就控诉 蔡政府还有台铁改革缓慢 并没有痛定思痛 去年4月2号 在台湾造成49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的泰鲁格号火车出轨事件 将满一周年 十几名商者代表聚在一起 控诉主管机关交通部 过了一年 仍忽略他们的存在 商者代表提出诉求 要求交通部和家属面对面沟通 台湾铁路局也要成立改革外部团体 纳入上方者代表共同监督 却没有获得实质承诺 可是到近日我们也看到家属们 还是用泰鲁格的眼泪控诉政府 没有看见他们的痛 没有痛定思痛的改革 甚至对于家属是否能够纳入 第三方监督的角色都举起不定 近期蔡政府拍板定案 在原先的赔偿之外 台铁需在支付总额约 一亿五千多万台币的 惩罚性赔偿 创下首例 但舆论认为真正落实行车安全 改革弊端才是台铁更重要的工作 我们也说实话 不又是纳税人的钱要下去了吗 一点无意 我们虽然很同意去做这些补偿赔偿 没有问题 但是仔细想看 是不是又是因为你台铁出这些事情 我们才要负责出这些代价 泰鲁格事件满一周年 许多受难者家属人未走出伤痛 对他们而言 蔡政府台铁未能正视问题 改革只是沦为空谈 凤红卫视 李吉兵琼文堂台北报导 同学感谢您的加入祝福您一切顺心 再会